Hello大家好,我是Batman 我这是有123455箱这个风火轮 没错,这个箱子里面全都是风火轮的小车 然后这些小车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年头了 不是特别久远 但也就是一两年之前发售的小车了 因为这些小车都是一两年之前的了 所以这些全都不是在大型的零售店或者正规渠道 或者我一般管这种超市或者大商场的正规渠道 都不是从正规渠道买的 都是从第三方店,有从Ebay,有从亚马逊上买的 然后这些寄过来有点时间了 因为有的是在德国买的,有的是在美国买的 我天,美国那边真的是货源充足 什么车都有 德国这边就是想找一个车,真是费死劲了 所以有的都是从美国,有的是从美国亚马逊买的 有的是从美国Ebay的店上买的 寄过来花了点时间 我现在都快忘了这箱子里边都买什么东西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开一下箱 OK,首先我们来开这盒小的 这盒小的里边应该是有一辆车吧 我记得是买的一辆达特桑的510 虽然我不是很清楚,好像说 这个风口轮这个牌子里边 达特桑510这个车款特别受大家追捧 但是我不太明白各种缘由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这辆车 因为说实话,达特桑这个牌子 要不是我买这个风口轮 然后为了做一些科普我真的是连听都没听说过 但是因为我刚入坑是吧,随大溜 然后别人都买什么就买什么 估计应该也不会出错 OK,所以我就买了一辆 没错,是这个Track Day 也是Car Culture这个汽车文化系列的达特桑510 有一个系列叫Track Day是吧 还有一个系列叫Race Day 这个赛车日,还有一个赛道日 这俩系列我总弄混啊 这小车身上的印花就还算凑合 只不过它这个数字16的6上面稍微有一点 这是蹭的颜色吗 还是没印清楚,无所谓了 比较老的车了也没太大关系 车前脸,还有车屁股 车尾灯居然没有涂装啊 有点稍微有点偷懒感觉 这卡后面是这个系列另外几辆车 下面我们再来开下一个箱子 这居然是用的火柴盒的箱子 但是这个虽然是看起来是整箱 但我并不是买整箱的 我估计是那个店家自己配的一个箱子 OK,来看看 没错,这也是这个Car Culture汽车文化系列的Race Day赛车日系列 这也是五辆小车 分别都是这个,什么车我看看 是马自达RX3 Acro NSX,还有保时捷911-6 还有这个78年的保时捷935-78 还有保时捷962 三辆保时捷,五辆车三辆保时捷 还不错啊,这几个小车 然后呢 就没有什么了 今天就主要是开箱嘛 所以也不会特别仔细介绍这辆小车 哇,不过这个铁底胶胎确实拿在手里很沉啊 这个系列是16年还是17年发售的 记不太清了,无所谓了 然后呢 是这个第二套 也是同一个箱子里边的 怎么感觉自己在说煎饼果子 第一套第二套 这一套呢 也是这个汽车文化系列的HW Redliners 这应该是这个风火轮红线系列吧 这一套呢也是五个五辆车 有这个Bioair Gasser 还有这个Copro Camaro 这两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两辆车 还有这个Cravide是吧 然后这辆是什么 Mercury Cougar 好吧,这辆呢是Dodge Charger 这五辆小车呢 看着也都挺好看的 这一套好像是17年发售的吧 我不太记得了 回来我可以再查一下 OK,最后一套 这箱子里最后一套 这一套是俩鸡蛋俩果子的 这一套呢没错 是这个Morden Classics 这个现代经典系列的 也属于 隶属于这个汽车文化系列 底下一个分支系列 Morden Classics也是17年发售的吧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这个Car Culture这个系列的车呢 是从16年开始才上市的 然后16年17年 今年18年 应该是第三个年头 所以这个Car Culture这个系列呢 虽然说并不是 年代并不久远 但是确实挺受这个风火龙玩家追捧的 然后这一套呢 也是五辆车 有这个宝马M3 还有这个奔驰190E 我底下一长串 2.5-16Evo 2 是什么意思 反正我之前查 好像说这Morden Classics系列里边 这辆奔驰是挺值钱的 然后旁边还有辆保时捷964 嘿,保时捷964 奔驰 然后还有宝马M3 然后这是雷诺5 这边呢是Honda 85年的Honda CRX 这个85年的Honda CRX 好像是在最近 就是今年刚出的这个Honda系列 是75周年吗 还是70周年 反正那个系列里边也出了 是排名第一号的车 然后但是我现在那一套呢 是这个 我那一套是除了这个CRX 全都集齐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逛了好几个地方 就是一辆这个CRX都没见到啊 也是骑的怪了 然后这箱子里边就没有别的了 哇塞 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两套 这三套车虽然说都有年头了 但是这个包装真是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完好 大家看这个苏丰真是一点点都没有 一点损坏都没有啊 天,每辆车都是非常完美的这个状态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车后边 车贝卡后边还没有那个巨大的那个什么什么 那个大补丁啊 天,那个大补丁真是 不光国内有 其实德国这边有的这个车后边也有大补丁 比如说这个最近发售的 嗯,那个Pop Culture系列的 有一个那个女的漫威女超级英雄系列吧 不知道为什么 它那后边就有一块巨大的一个补丁 然后把这个车啊 还有蚊子全挡上了 特别难看 OK,那么我们第二箱呢 就是这些三套车 分别是风火轮的HW Red Liners 还有Morden Classic 还有这个Race Day OK,然后我们再开下一箱 然后我们来开这箱小的吧 我的天,这包装真的实在是太正式了吧 太像官方的包装形式了 不过官方的包装里一般好像没有这种泡沫 这泡沫怎么感觉特别像是这个 你看吃过的爆米花那种感觉 不是爆米花 就是那种一大袋子黄布拉基那种东西 但是这个摆的真太整齐了 我觉得感觉就好像是原来这个包装就是这样的一样 OK,现在把车拿出来 没有了,现在就全都是这种泡沫了 这一套也是这个Car Culture系列的Eurostyle 这是欧洲风格 欧洲风格可以这么翻译吧 反正也是五辆车 但是Eurostyle 其实你可以翻译成欧元也可以 Eurostyle 欧元风格 也对,买这些车都得花一欧元是吧 然后也是五辆车 Fiat 500 然后保时捷933 GT2 还有,这是保时捷911 GT3 2S 我当时都没注意 但是看这个车的模具 真的是不像是这个911 GT3 2S是吧 我们之前介绍过了 它这个前后这个一子板上面应该都有 这个有进气孔 还有这个也类似于百页窗那种小结构 这都没有啊 然后这还有一辆,这是高尔夫吧 没错,高尔夫7 最后一辆又是宝马的M3 而且是辆警车 上面还写是Polize 这一看还是德国的是吧 绿色的这涂装 典型的德国的这个警车的涂装 但是这个门上面的这个涂装稍微有点花啊 当然感觉也不是这个 当然不是店家的问题 但确实是这上面涂得不是特别干净 嗯 无所谓,筹合就这样吧 反正也是上年头的车了 放一边 哎,我记得这是16年发售的第二套 也就是这个Car Culture系列有史以来的第二套 这个小车啊 Trucks 都是这个卡车 这辆呢是斯巴鲁的Brad 没听说过 这是福特F250 后边还有这是什么呀 梯子吗 这辆呢是福特Ranchero 诶? 这福特Ranchero 我们之前在那个50周年黑金系列那小车里边也见过 但是感觉不太一样啊 这个 这模具的样子不太一样 那辆车呢更加直一点 这辆车呢就稍微弯了 这是72年的可能 因为我们看的那个好像是65年的吧 65年的还是67年的 还是68年的福特Ranchero 65年的我记得啊 这边呢是达特桑620 还有这个Chevy的Silverroder Rodder Rodder Silverroder 不管无所谓了 不管怎么念的 这辆车后边居然还有一辆摩托车 我才真是超值啊 本来这卡车就这么大个是吧 后边还送了一辆摩托车 但是呢这一套就感觉 它这个挂卡 窩的还是挺严重的 大家看这边三辆的这个车 指挂卡都是折了一下 而且呢它这个 苏丰还有 还有坏的 我刚才记得啊 这辆车呢 尤其大家看这个福特250的这个 卡呢还给压坏了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我也不是特别的核空啊 但是我确实 确实我希望这个核 如果能像我刚才买的那一箱 都保存这么完好就好了 但是如果呢不是的话 也没办法 毕竟它这个都有年头了嘛 是吧 能保存成这样 我觉得就还算不错了 尤其呢再考虑到这是第二套 这个Car Culture系列的 真是非常有年头的一辆一套车了 OK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箱的两套小车 然后呢我们再开我们的第三箱 把这些先都放到一边 然后呢这一箱是在亚马逊买的 这一箱是亚马逊买的 但是呢也是在亚马逊上的第三方店买的 果然亚马逊馆配送啊都有这个 简真的袋子 诶里边是两个小箱子 没错这套呢也是这个Car Culture系列的这个Cars and Donuts 这是汽车和甜甜圈啊 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起这么一个期盼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把这套车跟甜甜圈连在一块 是因为它这个车轮骨子上有小圈吗 不知道 无所谓了 诶这一套呢也是五辆车 有这个达特桑的240Z 还有这个阿尔法罗密欧的 这个是Ruilia Sprint GTA 这看来也是一辆赛车 然后还有这个宝马M1 Pro Car 这是破车 然后这边呢是斯巴鲁的WRX 这不是这个赫赫军的那辆WRX吗 最后一辆呢是麦可伦的PE 哇感觉这个麦可伦PE也有年头了 当年发布的时候特别惊艳啊 但是现在也得有了有个大概一两年两三年了 嗯差不多吧 然后呢是另外一个小盒 诶没错这套也是这个汽车文化系列的Trak Day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达特桑510了 是因为当时找的时候只找到了一辆这个510 所以就给买下来了已经价格也不错 结果呢后来又发现有整套卖的 就然后就就买了一整套无所谓了 然后这一套呢也是五辆车 诶这怎么还有个小标签吧 死掉吧 这一套呢也是五辆车 达特3 510 保时捷S935 然后这是Volkswagen Carmen Gear 这辆车没听说过 这边呢是Cherby Chevelle 然后70年呢还有保时捷的964 这也是一套这个汽车文化系列的小车 OK 那么我们这一套呢也就是这一箱呢也就开箱完毕了 然后还有最后的一箱 还有最后一箱估计有同学应该也可以猜 已经可以猜出来最后一箱应该是什么了 因为还剩下一箱 还剩下一箱能剩什么东西呢 哦还有为什么没用开箱小工具啊 这开箱小工具主要是用来娱乐的嘛 这个开这个乐高的两个细细的这个封装的胶带还没问题 但是开这种快递的包装 你拿菜刀不找死吗 哇塞这盒OK开开了 没错这一套车呢就是汽车文化系列的开山鼻祖啊 第一套这个汽车文化系列的风口轮小车 也是掀起了当时掀起了一阵狂潮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Japan Historics日本历史车的第一套啊 现在呢其实今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第二套日本历史车也发售了 我也是这个入手了 然后呢这是第一套啊 在2016年发售的这个日本历史的汽车文化系列的这个小车 一共呢是五辆车分别是达特桑510 然后本田不是本田 丰田2000GT 还有Nissan Skyline HT2000 还有Nissan Skyline 2000GTR 还有马自达的RX3 这五辆小车呢都是挺好看挺漂亮的 这个71年的510呢还是这个香旅车版是吧 然后它是后边这个并不像一般这个小轿车那样 它是多有多余的空间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SUV那种感觉的 但是它的底盘没有这么高啊 所以说这个是这种香旅车嘛 然后这辆车呢上面还写这个Mesh Grill 什么意思呢就是 就是这辆车实际上当初发 哎呦堆一下堆一下胶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就是 这个进气格栅的这个地方 或者有人说叫进气格栅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我叫进气格栅就习惯了 这进气格栅的地方呢 它本来呢实际上是发售的时候 是有两种这个模具啊 有一种呢是这种这个 进气格栅是平的 还有一种呢像我这种是进气格栅上面 有这种这个有这种纹理的 然后它这张写Mesh Grill呢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辆车呢 这进气格栅是带纹理的这个版本的 然后这个版本呢 会稍微的贵那么一两美金吧 好像哎对焦对上了 这个版本呢会稍微的贵那么一两美金啊 可能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版本 稍微的稀有一些 嗯无所谓的反正到时候 反正那时候就就就买了这个版本了 而且呢我这一套小车的包装 真的是超级完好 真的是太完整了 这挂卡呢是一点这个 嗯一点闸也没有 我一说闸我就想不起来普通话用什么词来 这个一点损坏都没有 一点损伤都没有 而且呢这个速封也是全都是特别完好 我的天 然后这一套这个日本历史车第一系列的这个小车 跟我刚才买的那个三个系列一箱的那个车 都是在一家店买的啊 真也是eBay上买的 真的是这个质量 这个不是说质量吧 这个保存的真的是特别完好 太满意了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开的这些小车了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风火轮小车神秘开箱 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出来了是吧 这些呢全都是car culture汽车文化系列的小车啊 都是以前发售过的 所以说现在呢可以说目前已经发售的所有的这个汽车文化系列小车 我也就算是补齐了 这个补课 幸亏这个入坑不是特别晚是吧 我要再再晚入两年坑 想把这些都补齐了就更困难了 到时候真的就不光是这个价格贵的问题 我觉得你想买可能都不能不一定能买得着了 然后你以为我这些小车都已经极齐了吗 其实并没有啊 哎算这个风火轮这个或者说美太也真的是不要脸到一定境界了 这也是今年它新发售的一个系列的这个ROC限定的一个系列小车吧 反正是特别不要脸 以后现在已经寄到何何君那儿回来等我拿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看看这个美太究竟不要脸到什么地步啊 当你认为你把一个系列都极齐的时候 它给你再补一辆 也真的太不要脸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 后边我还会有很多风火轮相关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我是巴特曼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